古今風雲人物 哥倫布與默哲倫 遠征亞洲 1505 年 3 月 一支由 20 艘武裝船隊組成的海上遠征軍 從葡萄牙旺國首都里斯本往東方啟航 司令由獲受印度總督稱號的葡萄牙貴族阿爾梅達出任 而這支遠征軍的唯一目的就是 讓葡萄牙稱霸東方 經歷數年的征戰 在馬六甲、蘇門答納、爪哇、印尼等地 建立了若干殖民地之後 遠征軍內超過二千名士兵、船員之中 只有十餘人能在 1512 年回到里斯本 其中包括當時的士兵默哲倫 默哲倫曾經在印度和東南亞參與殖民戰爭 知道印尼境內的香料群島東面是一片大海 他深信經過香料群島以東的大海 就能到達十多年前哥倫布發現的美洲新大陸 換句話說 只要能找到通往大南海的海峽 從歐洲西航同樣能到達香料群島 由於默哲倫堅信地球是完結的 反國之後就萌生了環球航行的打算 我和大家見面 我是劉慧先生 我是劉慧 大家好,今天再跟大家分享哥倫布和麥哲倫的故事 上次提到西班牙總督登上了中南美洲 高地看到西面有個大南海 並且往南走發現了河谷、港灣等等 開始引起歐洲人對新大陸更加的注意 為什麼當時西班牙人會這樣做呢? 其實是因為我們上幾次說過 因為葡萄牙人壟斷了東航路 我們另一個主角麥哲倫漸漸出場 我們整個節目兩個人物其實都有相近的經歷 不過不同的是麥哲倫本身是一個貴族之後 不過就是低級貴族 他很早就進入了葡萄牙皇宮 就作為侍從的 十歲左右 即是說他一早已經在葡萄牙的階級 算是一個低級但同一時間也掌握了葡萄牙向外戰爭的各種傾向 他最重要是十六歲的時候 他加入了國家航海事業廳 開始對航海是非常非常向往的 大概就是在麥哲倫加入皇宮的前後 好了我們上次說過了 達加馬這個海家發現了東航路 去到印度 葡萄牙就說撿了東航路牛耳 有學者這樣說 自從葡萄牙掌握了東航路之後 唯一的目的就是排擠其他國家 可以獨佔東航路 並且認為整個從西非、南非、東非、印度洋 甚至遠東的航路 不容許其他國家的船隻出現 所以結果要加強這方面的掌控的話 有一件事情出現了 在1503年的3月 葡萄牙人派了遠征軍 去亞洲打算開拓殖民地 開拓香港等等 據史書記者 當時1505年的3月 葡萄牙國王委任了當時的一個印度總督 名字很長的 葡萄牙文 叫法蘭西斯德阿爾梅達 率領了一支由20隻武裝的船隊 以及1500個全副武裝的士兵 300個炮兵 還有其他水手 其實當時是很大的艦隊 從李宣本出發 往東方啟航 目的是什麼 就是希望建立葡萄牙在東方 在亞洲的霸權 而我們的主角 連近20多歲的默哲倫 都參加了這次遠征軍 不過他的官家很低 只是普通的士兵 這裏要講一講 麥哲倫其實是和達加瑪認識的 不單止認識 他是不斷向達加瑪問道 包括航海技術 包括常識 包括達加瑪想要去 但是做不到 大家記住一件事 達加瑪算是一個伯爵級的 而他也是一個低級官員 所以兩者之間是一個很大的分野 但麥哲倫最大的優勝就是年輕 沒錯 他參與了二十多歲 參與了 包括非洲殖民 然後就剛才你說了 去到印度 或者去到東南一帶 一些戰爭和殖民活動 這次遠征軍 首先走回舊路去到印度 印度 其實葡萄牙人 已經發展了一個據點 去到印度不久之後 據聞在南面 有一個富裕的地方 是遍地黃金 當時的總司令 阿爾梅達 就收到一個信息 就說在南面 即馬來亞地方 有一個叫做馬六甲的黃國 很富裕 當時的馬六甲 就等於現在的 馬來西亞半島的最南端 包括新加坡 新加坡還沒有獨立 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其實整個馬來西亞半島的最南端 馬六甲這個地方 從古道金都很重一個行道 因為我們說 如果從西邊來亞洲的船隻 經過所謂的阿拉伯灣 入波斯灣 入印度洋 如果要去中國和日本 必須要經過這個馬六甲海峽 否則只有一個大圈很遠 所以馬六甲海峽 從來都是亞洲一個雙船混雜的地方 馬六甲海岸 或者馬六甲這個國家 當年就叫做滿拉加 馬六甲後來葡萄牙打漸之後 逐漸譯回這個名字 這道歷史就正正和明史就撞了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滿拉加這個國 其實就是明的朝貢國 鄭和夏西洋七次裡面 其實都經過幾次都經過他 然後我們史書記載 就是他基本上在明代 是有十七次的朝貢的歷史的 將丁香 將一些西牛角 將很多的一些香料 進貢 是一個非常富庶 和交通要道 直到今天也是 是啊 當時那些後來葡萄人的益術 他說去到馬六甲 1509年的稍疫 到了馬六甲 法國當地真是居水馬龍 他看到馬六甲的港口裡面 有來自中國 有來自印度 來自潛羅 還有馬六甲本身的大小船 在做一些交易買賣 交易買賣的商品 是臨臨種種 葡萄人記錄了 有些什麼呢 有些來自香料群島 香料群島 香料群島這句 稍後我們會再說 其實就是等於今年的馬六甲群島 馬六甲群島的位置是比較偏的 就介乎這個 鮑布亞新幾內附近 鮑布亞新幾內的東面 鮑布亞新幾內的西面 就是所羅門群島 其實就已經到了南太平洋 這個所謂來自馬高六的香料 石蘭的丁香紅寶石 中國的瓷器絲綢 潛羅的泰國的象牙等等 都是混雜向馬六甲 進行貿易買賣 而當時馬六甲的皇國領袖 叫做蘇丹 其實大家知道是當地的土皇帝 是很豪華的 身為居葡萄銀記錄 說他們看到蘇丹的行宮 那個住所目定口外 那個奢華程度絕對是什麼 好像歐洲找不到他們 現在馬六甲就是馬來西亞的國土 馬六甲現在我們通常稱為馬六甲海峽 其實就是一條海峽 馬六甲的地方跟香港歷史很大 因為馬六甲在香港開埠之前 基督教傳入香港之前 因為清政府是不給的 結果葡萄人說不給 因為葡萄人是天主教 一邊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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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吞到馬六甲 馬六甲對基督教是開放太多 結果當時馬六甲總督容許 當時基督教傳來的馬利遜牧師 就是馬六甲成立一間學校 我跟這間學校有些淵源 我讀這間學校 2018年是200周年 我去到馬六甲看 我看當時馬六甲很多都是馬來人 很多都是印度人 可能跟當年圖童華入侵的時候 已經得可同日異語 我幾年前都去過馬六甲 其實馬六甲也有些華人 有些很特別的叫做糧野人 其實就是華僑和當地土著的運種 糧野菜是很辣的 不過很野味 所以馬六甲這個地方 其實可以說是香港崛起之前 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文化交流的地方 甚至很多時候 他們現在正在用很古老的中國名詞 我們香港人 甚至中國大力 台灣都已經亡調了 甚至曾經做了一些考察 因為當時跟馬來西亞大學的一些教授去做考察 找到一些武藏 其實是明代左右 他不少是鄭和一些 譬如說三和宮 三和山 很多鄭和的一些遺跡 總之對葡萄人來說 馬六甲這個地方簡直就是他們所說的遍地黃金 所以其實當時的遠征軍 沒有必要把這個地方攻下了 但是當時馬六甲的蘇丹 也知道這些來自西方的白人都是不懷好意的 所以最初其實採取了一種懷柔的政策 希望滿足到這幫葡萄牙人那些蜜辱上面的要求 但是人的你知慾望當然是無窮無盡的 賞一得二嘛 你給我當然是不夠多 我當然是我自己都要了 所以結果記載 其實葡萄牙用他們很厲害的大炮 紅毛大炮 將馬六甲的蘇丹軍隊打到片格不留 並且捉了不少當地的一些有色人種 因為當時其實也記載著 馬六甲這個王國 也從他隔壁的一個大島 婆羅洲捉了不少黑色皮膚的人來做奴隸 而這些人後來也成為 葡萄牙人是一個很重要的奴隸來源 著名的所謂的昆倫奴都跟這個有意思 在中國典籍裡面所謂昆倫奴 其實都跟這個有一定關係 我們之後提到密接倫算上面 其實有兩三個是馬來西亞的奴隸 沒錯 捉過去的 古今風雲人物 我們再拉長사가講 馬六甲之役 馬拉加之役 如果放開歷史來看 其實有個很大的專利點 就是中國的朝貢系統 是受到侵襲 不单是受到侵襲 中国是没有救到这个朝贡国 结果就是随着马六甲的开始败忙 大家可以看到明代清代 中国在海岸的朝贡国 是一路一路倒下去 直到近代 并且这个也开展了 欧洲国家向东南亚殖民的开端 我们首先有葡萄牙 后来有西班牙 荷兰都是旧路来的 最后当然有英国 所以海上帝国 我们说打开序幕 欧洲来到东方殖民的序幕 就是麦哲伦这支远征军 当然麦哲伦当时是个 是个小角色 但是他很特别 我们一会说 因为这个远征军 从印度马六甲 到后来的香料群岛 因为据记住 当想打马六甲的时候 麦哲伦救了一个同僚 同僚曾经去过香料群岛 说那个地方 很多我们欧洲人所需要的香料 从遍地都是很便宜的 于是他就把资料 告诉麦哲伦 令麦哲伦成为军中 少数知道有香料群岛的事情的一个官员 于是他就寻着同僚的指使 寻找了这个香料群岛的所在的地方 就是今天我刚才所说的 印度境内的一个比较小的岛 叫做马鲁古群岛 由此麦哲伦也好像坚信了地球园 他就要为葡萄牙打开另一条航线出来 他的想法很简单 越过他们发现了的美洲 然后就是香料群岛 这条巿是这样的行动 当然了我们现在经过这么多年后 我们容易看到中间有个很大的太平洋 但是他们就不知道 同一时间当时的朋友 一个占星家法力罗 亦都计算到香料群岛大约位置 从一个粗间地图和粗间地球园 他就认为只要葡萄牙往西走 走一大段路就到香料群岛 其实在香料群岛附近 有几个很大的岛 大家知道是不是 大家知道印尼叫千岛国 大的有苏盟达纳 爪哇 婆罗乃等等 上面有一个文来 大家知道 有一个很穷的国家都在附近 就是东帝民 大家知道东帝民 有一个前葡萄牙的殖民地 在1970年代就独立 但是现在都是 搞到乱七八糟的地方 现在算是乱独立 没错 亦都是被联合共管 其实 我们说以麦哲伦为代表 你知远征军 我们只知道麦哲伦的名字比较好 其实在这个地方流年了一段长的时间 正如刚才邱亦卿说 当麦哲伦去到香料群岛 他一看到 在西面 是茫茫大海 他深信如果能够通过这个黄黄大海 会去到十几年前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甚至乎有机会经过 西班牙总督所说的大南海 可以混成一体 可以从欧洲 往西航 可以来到我们香料群岛 所以麦哲伦其实有三样东西 我认为是令到他 想着是一个全球的航行 第一就是跟达加马熟 懂得达加马 大约知道有些航市是怎样行 第二就是他自己的亚洲经历 他去到亚洲 第三就是他朋友里面 都说了听 地球应该是这样行的 只要向西走 就会到 向群岛 到中国 到印度 没错 不过 远征军其实 都是人数 虽然说很多 大约 都是几千人 对不对 经过这么多年的所谓战争 其实都死伤枕值 据历史记载 当这支远征军 1505年出发 1512年回到李斯坡的时候 听众门 你猜一下 又剩下多少人 好多人害怕 那数字 好多人害怕 剩下十几个人 当中竟然有默哲伦 并且我们说 默哲伦不是因为这件事 留下他的名声 因为后来 他环游世界 航行全球 才留下他的名声 所以大家看到 默哲伦也是一个 很有能量的人 你想想几千人 死了十几个 他都能够幸存 他那种所谓的生存能 都很强 其实你之后 看回默哲伦 环游世界 中间经历了 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 也很多很多的困难 无论天灾无论人祸 默哲伦 默哲伦这个过程中 大家就会发现 他25岁 去到整个殖民的战争 他30多岁就回来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累积了经验 也累积了很大的志向 所以据历史记录 他回到葡萄牙的时候 有机会得到当时的国王召见 他就向国王俗主所说 sell这个计划 我们今次用英文说 sell这个计划 什么计划 从西面 从欧洲往西行 打通新航路 当时葡萄牙国王 当然不理睬他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掌握了南向道路 为什么要走新航路 我们的旧路多熟 并且都壟断了 所以葡萄牙国王 对人默哲伦说 要打通新航路 透过西边 去到亚洲 好像不敢兴趣 他回到大约33岁了 刚才我们说了千多人去 十多人回到 其实大家会留意到 其实这种投资 或者投机 其实是损失可以很惨重的 第二样东西就是 他已经有条路了 条路也很清晰了 为什么还要付钱 你做你的梦想呢 没错 所以当时的葡萄牙国王 就拒绝他 情况和哥伦布是非常接近的 没错 因为当时葡萄牙 其实都是一个 在欧洲边陲的小国 到今天也是 实际上他能够掌握了 整个东航路 可以说是整个葡萄牙 就是历史历来的 最强盛的事情 所以既然这么强盛 还需要搞其他事情 所以当时的国王 真的断然拒绝了 麦哲伦的请求 麦哲伦也感觉到 相当没有忍 于是希望再游说其他国家 达成自己 證明这条自己的想法 是对的 这种说法 那么葡萄牙始处不留人 自有留人处 这个比较特别 因为哥伦布 某程度我们称为意大利人 但是密哲伦 其实是葡萄牙人 葡萄牙的贵族 虽然他不是高级 葡萄牙的丁氏 葡萄牙的皇室长大的 其实忠诚度 某程度和哥伦布有点不一样 不过 可能为了留名清洩 亦可能为了更大的利益 或者更大的欲望 他就放弃了去葡萄牙 去了西班牙 据说这件事甚至被葡萄牙国王 将他解除了军籍 当时其实是一个 打完仗回来 一定功分 因为石果仅存十几个人 一点都没有苦劳 都有功劳 但是据说说当时 葡萄牙国王都是相当黑薄的 十字年他的功分 国王也剥脱了 令到密哲伦觉得 似乎留在葡萄牙 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 于是乎寻找其他 所谓伊比利亚半岛 只有两个国家 应该是葡萄牙 另一个就是西班牙 当时最强的海 就是海的运输 或者海的战争 或者海军 最强大就是葡萄牙色黄 没错 我们后来认识的 英国、荷兰、法国 全部还没建 没建 在1517年的时候 当时来说 西维尔这个地方 我们上次说过的地方 那个耀塞司令 很欣赏密哲伦的蔡华 很欣赏 这种欣赏 我们从一个行为就看到 就把女儿嫁给他 没错 那嫁给他 当然觉得这个是 可以附托人 所以做得父亲 当然不想女儿 嫁个无名小卒 或者一个 没什么能力的人 所以 那个所谓西维尔地方 的一个所谓的 要塞司令 真是很看起 麦哲伦 并且 因为他的关系 而辰转着麦哲伦 有机会接触到 西北牙的皇室 并且 开出的游说工作 情况跟约干年前的哥伦布 都差不多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其实可以从一个看到 西北牙正是如日方宗 希望和葡萄牙 差一日长短 但葡萄牙已经垄断了东航路 所以西北牙指南的另辟齐劲 再加上西北牙已经在南美洲建立了港大的殖民地 发现了大南海 于是当时的西北牙国王卡洛斯一世 就和麦哲伦 谈了一段时间 达成了一个所谓的协议 这个协议其实都挺商业的 从今天角度来说 如果照后来的历史记录 麦哲伦都挺狮子开大口的 他说除了所有成本之外 第一,国王陛下要资助五艘军艦 大概有百多吨到几十吨都有 并且要给我大概三百人的随从 结果后来二百七十人左右 并且扣除成本之外 所找到的纯利 麦哲伦说我要二十分之一 并且如果找到新的赌序 我就要两个 哇,都挺狮子开大口的 是的,但大家会想像一下 当年西班牙女王答应哥伦布的时候 西班牙刚成一个团结了全国 去到西班牙卡洛斯一世的时候 西班牙已经算是一个中上等的强国 放了美洲 麦哲伦能够成功说服他 除了因为西维尔的要塞司令 主要是麦哲伦整个经历 包括麦哲伦是个军人 包括麦哲伦是个东方 包括麦哲伦懂得海防的东西 包括麦哲伦是了解整个操作 所以其实某程度来说 如果哥伦布的骗子 麦哲伦是可靠得多的 没错,没错 那麦哲伦和西班牙国王达成协议 之后的发展是怎样的呢 我会留下星期和观众再分享 好吗 古今风云日物 香港电台文教组製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